來,下一個主題 我們來談這個東西 內積的幾何一 來,兩個相當如果做內積的話 它有什麼樣的幾何一呢? OK 這個我想想看,這個可能需要畫圖 來,這是B相當 這一個是A相當 那這兩個相當夾角是幾多? C彈 OK 來,這樣寫 A相當 Dog B相當 好的 這個同學你要仔細聽 內積的幾何一,這個很重要 這個給他幾個帳? 這給他十個帳 這些事情很重要,你這個要仔細聽 根據第一,兩個向量做內積的話 是不是A相當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東西? B相當的長度 再乘上cos 這兩個相當的角角 叫cosθ 這樣可以喔 然後同學你看喔 我接下來我就這樣寫喔 我把A相當的長度寫在前面 然後把cosθ搬到前面 cosθ 再乘上B相當的長度 來,我先等你啊 心臟解 看一下 看得到嗎? 然後同學你現在拿出第一種顏色的筆喔 來把這個東西框起來 A相當的長度乘上cosθ 好 這一個 同學你仔細看喔 同學A相當的長度 再乘上cosθ 請問會得到什麼東西? 同學這裡有個知曉師叫寫喔 來仔細看 A相當的長度再乘上cosθ cos也叫做斜邊分之零邊嘛 斜邊分之零邊再乘上斜邊的話 會得到什麼長度? 會得到零邊的長度 同學這一段啊 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什麼? 這一段就是A相當的長度 再乘上cosθ 可以嗎? 這樣可以喔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稱為 A相當在B相當上的什麼? 這個我們稱為叫投影長 來 好,文主我就這樣教 來,這個叫投影長 投影下來的長度 你想像上面有一個光源 好,有一個光源 有一個光 這樣照射下來是不是會有一個影子 這個影子的長度我們叫投影長 這樣可以嗎? 投影長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V向量的長度 來,這個V向量的長度 投影這個V向量 他是被人家投影的向量 所以乘上V向量的長度 被投影向量的長度 我們稱為叫什麼長? 稱為叫被投影長 好,來,這個很重要 我等你 我等你一起玩 我當然解釋一次了 叫做投影長 長層上被投影長 以前講到這裡 有學生都會說 老師讓我知道 兩個向量作捏跡其實是兩段長度相乘 對不對? 投影你覺得這樣講對不對? 這樣講可以說對 也可以說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同學你這邊跟著我一起寫 同學這個被投影長 這個被投影長 這個B向量的長度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怎麼樣? 他必違正 他一定是正的 他一定是正的 這個傢伙一定是正的 被投影長一定是正的 但是這個投影長呢 這個傢伙就很有意思 這個傢伙你就要特別注意 來,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說老師 A向量長度乘cosθ 不是就這個長度嗎? 所以這個長度不是一定是正的嗎? 可是同學你要考慮一個問題 你要考慮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來,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把這個圖繼續畫出來 如果今天是這樣 來,這個A向量它長這樣 A向量長這樣 好 外面怎麼在放冰炮 那這打 在熱鬧 欸,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來,朋友這邊 如果這兩個像量是垂直的話 夾角如果是90度 你告訴我 他這個投影下來啊 同學我問你喔 剛才他投影下來 影直是不是這麼長? 可是如果是90度的話 我問你投影下來 他的影直是一個什麼? 如果是銳角啊 他投影下來 是不是指的這段長度? 那如果是直角的話 同學這個 這個向量投影下來 其實他的圖形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點對不對? 啊點的長度是誰? 0對不對? 你聽到這個感覺嗎? 好 然後你再考慮最後一個情況喔 如果今天可能夾的是銳角、直角 或者你再考慮 他們夾的可能是什麼角? 可能是頓角的話 來,如果夾的是頓角 欸,這個情況又更特殊囉 來,這個叫A向量 OK 然後夾的角度如果是個頓角的話 如果夾的角度是頓角 我可不可以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這個A向量長度乘cosθ 同學我問你 cos的頓角 請問是正的還是負的? 欸,如果這個θ是個頓角 cosθ是正的還是負的? 他會變成負的 所以你這會變成斜邊乘上cosθ 你說老師那時候會得到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一樣你會得到這一個投影長 投影長在哪裡? 是這一個 這一個喔 一樣會得到 這個叫投影長 只是這個投影長 前面要加一個什麼號? 要加一個負 我不知道這樣講你能不能聽懂 聽懂 我的意思是說 一樣會得到投影長 可是這個投影長會變成是負的 你懂那個感覺嗎? 簡單來講就是 同學來,我跟你說 這個投影長 其實我這樣講很容易造成某些同學的誤會 這個投影長其實它本身是可以是正的 然後也可以是0 然後它也可以是負的 來,我們等同學好 來,我跟你講你把它寫上去 這個很重要的 兩個項量如果做內積的話 其實嚴格來講 我跟你說 數學上這個東西不是叫投影長 數學上其實真正的說法是 這個投影長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指的是A項量在B項量上的什麼東西? 數學上給的專有的名詞應該叫做分量 它給的專有名詞是分量 可是我覺得講分量的話 其實你們會比較沒有感覺 所以我後來用了一個比較容易懂的名詞 叫做投影長 所謂的投影長 同學就是你想想看嘛 上面有個垂直的光源對不對? 那個垂直的光源照射下來 是不是會有一個影子 那個影子的長度就叫做投影長 這樣聽懂嗎? 所以兩個項量如果做內積的話 其實你真的可以這樣記 我再講最後結論 再講一次哈囉 來溫足的同學看我這邊 我跟你講 兩個項量座內積 其實你可以真的把它想成兩段長度相成 一個叫投影長 一個叫背投影長 這個背投影長一定是正的 但是請注意 這個投影長 它有可能是怎麼樣? 投影長有可能是負的 因為有些學生會覺得說 老師長度不是一定是正的嗎? 你不是講投影長 沒有錯 可是當這個角度如果是個頓角的時候 同學知道這個投影長會變成負的 來 同學這個有幾個題目 來第一題 哈囉哈囉 來跟著我一起寫 好嗎? 來 來第一題是這樣 來 你畫上面一個三角形出來 來 來到A 跳B 跳C 好 然後這邊有個VA向量 OK 這裡有一個VC向量 然後這一段長度 這一段長度叫做2 這一段長度叫做3 好 然後我要問一個問題 請問VA向量 DOT DOT BC向量 這個出來的結果是DOT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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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來 同學你看這邊 同學我問你 這個VA向量 DOT BC向量 根據喔 來同學 根據我們內積的定義喔 如果你根據內積的定義的話 它是不是應該會等於VA向量的什麼東西 VA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東西 VC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cos的什麼東西 是不是cosθ 啊θ在哪裡 θ是不是在這邊 我再講一次 這個多講幾次你就慢慢說 然後這個東西 來請看喔 這個東西是不是會變成VA向量的長度 然後我現在如果把cosθ 翻到前面來 然後後面再乘上VC向量的長度 這樣寫 你可以接受嗎? 對不對 這個慢慢來喔 每一次都從頭來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VA向量長度乘上cosθ 來同學這個叫做什麼長 同學這叫什麼長 這叫投影長 你看斜邊乘上cosθ 是不是得到0邊 所以同學你知道這段長度是誰嗎? 這段長度是2喔 再乘上VC向量的長度 同學你告訴我 VC向量長度是誰 是不是5 2乘以5 所以同學答案最後出來是多少? 10喔 所以這一小的 同學你能知道答案要寫多少嗎? 答案就寫10 來金幣寫上去喔 答案就寫10 聽懂這個感覺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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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再講一次喔 兩個向量座內機 來請看我這邊 我跟你講 以後兩個向量座內機啊 你就想成什麼長成什麼長 投影長 乘上被投影長 來同學你看 這個VA向量這個投影長是誰? 投影長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2 被投影長是這一段 被投影長是多少 是不是5 所以2乘以5就是多少? 就是10啊 這樣講是不是很簡單? 這樣可以齁 好 這第一個例子喔 然後接下來同學我們談第二個例子 我把第二個例子講完 我們這堂課就結束了 OK 第二個例子對某些同學來講比較難 來這個例子是這樣 這個例子是這樣 這是A A A AA 這是C 來我們看的是頓角的情況 來這一個是V 這一個角度叫做C旁 好 這樣下來 這樣過來嗎? 我想想看嗎? 這樣過來 然後這個長度 比如說這個是 這一段長度如果是5好了 這段長度如果是多少? 2 OK 然後這裡有一個AC向量 來這裡有個AB向量 然後我們要求AB向量 去Dote怎麼樣 黑心向量 OK 來請問會懂得多少呢? 黑語 來寫一下喔 我個人是覺得啦 你剛開始在學這個單元的時候 不要太快 你就是慢慢的去想 慢慢的去想 等你熟了以後 你對這些東西符號的操作 你就越來越爽 而且你再看一次喔 AB向量Dote AC向量 根據定義應該是什麼東西? 應該是A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AC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cos 這兩個向量的夾角 是不是叫做θ 同學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一切都從定義出發 然後從這個定義出發之後 來 那我們再看喔 它會等於A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cosθ 然後再乘上什麼東西? AC向量的長度 這樣寫你應該是可以接錯了對不對? 可是這樣寫之後 同學請你看到這邊 這個θ其實是一個什麼角? 這θ其實是個鈍角 那這邊我另外這邊寫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叫做phi好了 同學這兩個角度加起來剛好是幾度? 180度 而且這個phi應該是個瑞角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式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進行改寫 這個式子我就把它寫成什麼東西呢? AB向量的長度 然後cosθ 同學那個θ我就寫成180度 再點掉phi 然後再乘上ac向量的長度 知道我在寫什麼東西嗎? 我把這個θ寫成180度-phi 這個phi是個瑞角 然後同學我們知道 cos的180度-phi是不是cosphi 這個東西在第二項線 第二項線對cos來講是負的 所以這個東西 來你看喔 這個東西它又可以寫成 ab向量的長度 然後再乘上cos什麼?cosphi 可是它前面要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然後後面再乘上ac向量的長度 知不知道我們在寫什麼東西? 可以齁 然後這個東西 來我跟你講 我把它框起來 來 來 這一題要結束了 它會等於負的 來同學 ab向量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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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上cosphi 斜邊乘上cosphi 會得到0邊 所以這個應該是負多少? 是不是負2 同學你有看到 這邊為什麼會有負的跑出來 因為這個θ它是個鈍角 所以我剛才講說 那個投影上也有可能是負4 然後再乘上ac向量的長度 ac向量的長度 是在4 所以最後乘出來的答案是多少? 4 所以這個答案是負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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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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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一次 同學下課 借我20秒 來請看這邊 同學兩個像量錯內積 告訴我 來我們一起講好不好 兩個像量錯內積 它的幾何意義是什麼? 你告訴我 以後我問你 你就要講什麼長層什麼長 兩個像量錯內積 就是什麼長層什麼長 投影長層上 被投影長 那我問你喔 這個投影長是不是2 這個被投影長是不是5 所以2乘5 答案是不是就是10 可是如果他們夾的是鈍角的話 同學這個投影長 投影下來的長度應該是誰 應該是負2喔 你懂嗎 我們用就是如果是鈍角的話 那個投影下來那個長度 前面要加一個負號 變負2 被投影的長度是誰 是不是5 所以負2乘以5 答案是多少 負10 所以請你注意 我們所謂的投影長 它本身可正可負也可以是0 它可以是負的 其實它不一定是個長度 因為它其實在鈍角的情況下 那個長度還要加一個負號 這樣可以喔 好 謝謝大家